同学们好,欢迎回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HSK五级第五课 济南的泉水第二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生词比较少,课文也比较短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 好,我们一起读一读 如今,如今,分布,分布 天然,天然,优美,优美 独特,独特,反应,反应,珍珠,珍珠 好,同学们你们读一读 一边读一边记一下啊,一边读一边记 好,同学们我们一起再读一读生词好不好 如今,如今,分布,分布 天然,天然,优美,优美 独特,独特,反应,反应,珍珠,珍珠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些生词 第一个,如今,如今,今就是今天的意思啊 今是今天 那如今呢,就是现在的意思 可是呢,它只能表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只能表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比如说,如今很多老年人也喜欢上了网购 就是现在啊,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老年人喜欢上了网购 那现在有什么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可以指比较短的时间 比如说,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 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对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 王芳刚到北京时,吃住都不习惯 现在好多了啊 现在也可以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指比较短的时间 比较短的时间 可是我们的如今只能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同学方明白了吗?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一个生词是分布 分布 同学们看一下这一张图 看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学校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对吗?很多大学 那这一个地方分布着很多大学 是吗? 这一个地方分布着很多很多大学 在这个地区内集中分布着 二十多所高等院校 高等院校就是 大学啊,大学 在这个地区内集中分布着二十多所高等院校 那分布就是 到处都有啊,到处都有 分布在世界各地 分布在世界各地 比如说这家公司很大 它有很多的分公司 那它的分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 分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的分布呢? 人口的分布 火山的分布 火山是什么? 就是会 嗯,那个山你会喷火啊 火山的喷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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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市场的分布 人员的分布 资源的分布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水 在那个地方有 有,有,有金,有金属 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玉啊 就是资源的分布 资源的分布 这些特色小镇分布在大城市的周围 特色小镇分布在大城市的周围 同学们明白了吗 分布这个词分布 好同学们读一读这四个句子 好的我们继续啊 下面一个美丽和优美啊 美丽和优美有什么区别 美丽和优美 那美丽和优美他们都是什么词 形容词啊 他们都可以形容风景环境啊 风景环境 比如说济南是一座风景优美 风景美丽的城市 在这里优美和美丽 它都是在说济南的风景和环境 哎很漂亮对吧很漂亮 但是美丽它可以形容长相样子打扮得好看 比如说你可以说老师啊 比如说你说老师打扮得很美丽啊 他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他的眼睛很大美丽的大眼睛 但是你不能说他有一双优美的大眼睛 因为美丽我们一般是用来形容长相样子打扮 我们要用美丽 我们要用美丽 那优美我们一般是形容什么 动作形象啊 动作形象给人美好的感受 比如说演员们的动作非常优美 这是在说动作美啊 动作美 动作美 那同样你不能说演员们的动作美丽啊 是动作优美啊 优美 那雨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那美丽是形容视觉啊 视觉就是眼睛啊 眼睛上的感受对吗 眼睛给我们视觉上的感受 视觉上的感受美丽美丽 那优美的歌声 那就是歌声是什么 听觉上的 不是视觉上的对吗 优美的歌声 歌声是听觉上的 听啊 不是视觉上的 那优美可以形容什么 非视觉的感受啊 非视觉的感受 那美丽还有形容美好和高尚的意思 但是优美没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 他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 那真正就说 这个人的心很好啊 心很好 那优美没有这个意思 那同学们看一下 美丽和优美 他们很像 但是他们不一样 美丽主要是说 长相 样子 打扮 优美是说 动作和形象 那美丽主要是说 一种视觉上的感受 那优美是说 一种非视觉的感受 美丽还有美好 高尚的意思 但是优美没有这样的意思 那话不多说 要看同学们会不会做 我们来看几个题就知道了 同学们看一下第一个题 这篇文章的语言 生动 用美丽还是优美 对了啊 用优美 美丽我们说的是什么 视觉上的感受 是形容长相 对吗 优美是非视觉的感受 不是看到的感受 是形容动作和形象 优美 那第二个题呢 心像窗户一样 如果不打开 就看不到外面的什么和热了 对了啊 用美丽啊 美丽 好 第三个题 这里流传着许多什么样的传说 什么样的传说 美丽的传说 美丽的传说 为什么要用美丽呢 为什么要用美丽 同学们知道吗 因为美丽是一种美好的意思啊 是一种美好的意思 美好的意思 那 当地什么的自然风景 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 我们说风景用什么 对了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做对了吗 好 那做对的话 我们继续下一个词啊 下一个生词 独特啊 独特 我们学过一个词叫什么 特别啊 特别 特别是什么意思 跟别的不一样 那独特呢 独特有一个独 独是什么 强调只有一个啊 独特这个词 它更强调只有一个独有的啊 比如说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啊 你们知道中国的苏州园林吗 嗯 很漂亮的啊 跟别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它非常的独特啊 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 这部影片的表现方法也非常独特 独特 就是跟别的不一样啊 别的不一样 孩子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孩子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 那我们看一下独特和特别有什么区别呢 特别 它还是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独特是一个什么词 形容词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特别是什么 首先它也是一个形容词 对不对 它可以包一色彩 扁一色彩都可以啊 那特别 嗯 形容词啊 形容词 那特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特别是一个副词啊 副词表示格外非常 还有尤其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只小花猫很特别 非常喜欢玩水啊 很特别 就是跟别的不一样啊 不一样 他特别喜欢玩水 王阳是个很特别的人 今天阳光特别好 同学们看一下 这里的好是什么词 形容词 对不对 形容词 那前面的特别是一个什么词 哎 副词了啊 副词啊 副词在修饰形容词 所以说阳光特别好 嗯 比如说你还可以说什么 比如说他特别帅 对不对 嗯 老师特别漂亮 对吗 哈哈 开玩笑啊 开玩笑 特别 特别是一个副词 既可以是一个形容词 也可以是一个副词啊 副词 那独特呢 他更强调的是 哎 只有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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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吃中国菜 特别是四川菜啊 特别是 是是什么 是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是是一个动词 那特别也是一个什么 啊 副词啊 特别是四川菜啊 副词 在这里特别是什么意思 尤其的意思啊 尤其是很喜欢四川菜 尤其是很喜欢四川菜 好 同学们 老师给你们两分钟 读一读这些句子 想一想 独特和特别的区别 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一下练习啊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两分钟看一下 这几个题怎么做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嗯 意思比较相近的啊 意思比较相近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选什么 嗯 选什么 嗯 现在对不对 现在是五点 再过一课钟 一课钟是多长时间 啊 十五分钟啊 十五分钟 小明就放学了 一课啊 那现在是五点 为什么不用如今呢 因为如今是说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 比较长的时间 还记得我们的句子吗 如今老年人都喜欢上网购 是这一段时间里啊 所以现在的这一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老年人喜欢上的网购 可是现在是什么 现在可以指比较短的一段时间 比如说现在是五点 现在我给他打电话 比较短的时间 好第二个 严芳长得不是漂亮 但仔细看却很有味道 好 这个题选什么 对了 特别 对吗 我们刚刚学的 为什么 因为漂亮是一个什么 形容词 对不对 那他说 严芳长得不是 特别漂亮啊 特别漂亮 特别是一个什么 来修饰漂亮 对不对 特别是一个副词 对吗 修饰漂亮啊 修饰漂亮 嗯很好 好 第三个题 我这次来是想当面向你 表示什么 当面向你表示 感谢啊 感谢啊 感谢 表示感谢 我们一般用 表示感谢 一般我们不说 表示感激 护士小姐 女儿很勇敢 本来很怕打针 的她 这次竟然没哭 护士小姐怎么样 表扬女儿啊 就是对她的行为 进行啊 称赞啊 赞美 我们一般是什么 赞美 嗯 赞美家乡 对不对 赞美家乡 赞美祖国啊 赞美家乡 赞美祖国 表扬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大家都知道 对一些表扬 让大家都知道 是对一些啊 好的人 人或者是 或者行为进行啊 鼓励啊 鼓励 所以我们用表扬 表扬 好 同学们再看一下 这四个题 想一想我们之前学过的啊 这几个经义词的辩析 忘了的同学要去看一下老师之前的视频啊 上一节课的视频 好 我们来继续学习 下面一个反应啊 反应就比如说 反应是什么意思呢 反应就是反照出人或事物的形象 显现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啊 比如说你看他在怎么样 照镜子 镜子 镜子里面反映出他的形象了没有 镜子里面的他是 真实的他 对吗 我们可以说 这面镜子 真实的反映了苏明的样子 这面镜子啊 这面镜子 真实的反映了苏明的样子 苏明是什么样子 镜子里面就是什么样子 真实的反映出了苏明的样子 那同学们对新老师的教学反应良好 就是同学们现在是怎么样 这个句子里面 同学们现在就像一面镜子 老师的教学是什么样 同学们反映出来的就是怎么样 那老师教得好 那同学们就说反映出来的就是很好 如果老师教得不好 同学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什么 不好 不好 那他经常向领导反映情况啊 经常向领导反映情况 反映哪个同学不认真 哪个同事工作很认真工作很积极 或者说工作上出现了什么问题都向领导反映啊 就是真实的说啊 这份材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这份材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份材料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因为他真实的反映出来了 因为他真实的反映出来了当时的社会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这份材料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的真实的反映 那同学们要注意这个反映和这个反映有什么区别啊 同学们还记得这个反映吗 这个反映是什么 比如说老师告诉你 嗯 你通过五级了 你是什么反映 高兴啊 高兴这是一种反映啊 高兴反映 或者你的 你的朋友告诉你 你的妈妈生病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映 啊 你会很紧张 很 很着急 这是你听说了 哎呦 听说了啊 父母生病的反映 这个是反映 是你听到了什么事情以后的反映 比如说小孩子看到针啊 要打针了 他会怎么样 他害怕 害怕也是一种反映啊 反映 可是这个反映是说什么 是真实的 真实的显现出事情的本来的样子啊 这个反映 同学们要记住啊 虽然他们的音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 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一个 珍珠啊 珍珠是什么 这个就是珍珠啊 珍珠 那这是什么珍珠呢 一颗珍珠啊 一颗珍珠 一颗珍珠 那这是什么 这是一什么珍珠 我们学过的什么量词 一什么珍珠 对了 一串珍珠 还记得吗 两个口在一起 用一根筷子穿起来 一串 对不对 一串珍珠 一串烤肉 一串葡萄 还记得吗 串啊 一串珍珠 同学们喜欢珍珠吗 好 我们已经学完了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课文啊 课文 那我们先看一下问题 我们先看问题 然后带着问题读一读课文 好不好 如今的济南城有多少天然珠 指令说明他们是怎么命名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今的济南市区内 分布着大大小小 七百多个天然拳 这在国内外城市中 是极为少有的 有如此之多的拳 名字当然也少不了 济南泉水的优美 还可以从那独特的名字上 反映出来 如 以人命名的顺拳 以动物命名的黑虎拳 以形状命名的珍珠拳 等等 好同学们再读一读这篇课文 然后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 好不好 好了 好同学们 那如今的济南城有多少天然泉 可以回答老师吗 700多个天然泉 对吧 非常少有 很多很多的 700多个天然泉 那他们是怎么命名的呢 以人名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种是什么 以人的名字命名 这个顺是一个人名 对不对 以人的名字命名的顺 那第二种命名方式是什么 第二种是什么 动物对不对 动物 虎 黑虎拳 那第三个是什么 形状 形状 珍珠 像珍珠一样的 珍珠拳 珍珠拳 这是三种命名的方式 命名的方式 好的同学们 这是我们今天课文的第二部分 同学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欢迎你在评论里面告诉老师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喜欢的同学可以为老师点赞 转发评论和关注 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下一节课我们学习第三部分 同学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